《歷代之下》 第十 十一章 羅波安到事劍去,全體以色列人都聚集在那裡,要立他為王。 尼拜的兒子耶羅波安曾逃到埃及,躲避所羅門王。 他聽到這消息,就從埃及回來。 以色列的領袖把他請來,耶羅波安就和全體以色列人去跟羅波安談話。 對他說:「你父親是一位苛刻的主人, 請你減少他要我們做的苦工,減輕他家給我們的重水吧。 這樣我們就會作你忠心的神文。」 羅波安說:「你們三天之後回來,聽我的答覆吧。」 於是民眾就離開了。 羅波安王跟他父親所羅門的老謀士商議。 他問:「你們有什麼建議?我該怎樣答覆這些民眾?」 那些老謀士就說:「如果你善待這些民眾盡力取悅他們, 好言好語答覆他們,他們就會永遠作你忠心的神文。」 但羅波安不採納長者的建議, 卻去詢問那些跟他一起長大的年輕人的意見, 他們現在是他的謀士。 他問:「你們有什麼建議? 這些民眾要求我減輕我父親家給他們的負擔, 我該怎樣答覆他們呢?」 那些年輕人說:「這些向你抱怨的人想減輕負擔, 你應該這樣對他們說:「我的小指頭比我父親的腰環要粗, 我父親家給你們沉重的負擔, 我要使這些負擔更重。 我父親用鞭子抽打你們, 我要用蝶子鞭抽打你們。」 三天以後, 耶羅波安和全體民眾照羅波安王的吩咐回來聽他的決定, 但羅波安對他們說的話很嚴厲, 他不采納老謀士的建議, 卻聽從了年輕謀士的主意。 他對民眾說:「我父親家給你們沉重的負擔, 我要使這些負擔更重。 我父親用鞭子抽打你們, 我要用蝶子鞭抽打你們。」 王毫不理會民眾的要求, 事情這樣變化是出於上帝的旨意, 唯要應驗上主席是士羅的先知阿希亞向尼拜的兒子耶羅波安傳達的信息。 全體以色列人得知王拒絕聽從他們, 就說:「打倒大衛王朝, 我們跟耶犀的兒子各不相干, 以色列人各自回家去吧, 大衛當心你自己的家吧。」 於是以色列人全都回家去了, 但羅波安仍繼續統治住在猶大國城鎮裡的以色列人。 羅波安王派負責監管勞工隊的亞多利蘭去恢復秩序, 以色列人卻用石頭把他打死了。 羅波安王一聽到這個消息, 就急忙上車逃往耶路撒冷去了。 直到今天, 以色列北方各支派仍然拒絕接受大衛後裔的統治。 第十一章, 羅波安到達耶路撒冷以後, 調動了猶大人和辩拉敏人共十八萬精兵, 要攻打以色列, 收服他的王國。 但上主對神人士馬雅說:「 你告訴所羅門的兒子猶大王羅波安, 以及猶大和辩拉敏的所有以色列人。」 上主這樣說:「不要攻打你們的親屬, 回家吧,因為這事是出於我。」 他們就聽從上主的話:「沒有攻打耶羅波安。」 羅波安留在耶路撒冷鞏固猶大各城的城房, 他受足百里行、以坦、提哥雅、白宿、 索哥、亞道蘭、加特、馬麗莎、西佛、阿多萊欽、 拉吉、阿西加、索拉、阿倫和希伯伦。 這些地方就成了由大和辩拉敏的設防城。 羅波安加強了這些城的防衛, 在各城派駐指揮官並儲存了糧食、 橄欖油和酒這些物資。 他還在這些城裡全方盾牌和長矛, 作為進一步的安全措施。 只有由大和辩拉敏還在他的控制之下。 但住在以色列北方各支派中的祭司和利美人, 都投向羅波安這一邊。 利美人甚至放棄了他們的草場和財產, 遷到由大和耶路撒冷, 因為耶羅波安和他的兒子們 不許他們作祭司侍奉上主。 耶羅波安任命他自己的祭司在異教神壇那裡服侍, 他們在那裡拜他製造的山羊和小牛偶像。 以色列各支派中真心敬拜上主以色列上帝的人, 都更從利美人來到耶路撒冷。 他們在那裡可以向上主他們祖先的上帝獻祭, 這使由大國得以鞏固。 他們支持了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三年, 因為他們在這幾年忠心效法大衛和所羅門。 羅波安娶他的唐姐妹馬哈拉為妻, 他父親耶利摩是大衛的兒子。 他母親阿比孩是耶犀之子以利亞的女兒。 馬哈拉生了三個兒子, 就是耶護斯、 斯瑪利亞和撒罕。 後來羅波安又娶了另一個唐姐妹, 就是阿沙龍的女兒馬加。 馬加生了阿比亞、阿泰、西撒和斯羅密。 羅波安愛馬加,超過愛其他妻妾。 他總共娶了十八個妻子和六十個妾。 他們生了二十八個兒子和六十個女兒。 羅波安指定馬加的兒子阿比亞作眾王子的領袖, 表明阿比亞將會繼承皇位。 羅波安還精明地讓其他兒子擔當不同的職責, 把其中幾些人派出到猶大和變亞民各地的妾房城, 又供應他們充足的糧食,還為他們取料去多妻子。